作词 李宗盛 吹着光 别慌张 让我就不会感想 在失落时光 我在不远方 一直偷偷的 陪伴着你啊 要面带微笑 温暖在心上 有你在身旁 每天都有太阳 我跟他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们这么误会啊 我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有一些危险 但我们从来没有越过底线 而且我已经努力地在收起自己对他的心了 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是是是 我当然是相信你的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怀疑你什么 你 你要不看一眼床底 对 这 这床底下塞不了人呢这 喂 喂 怎么了 这么想我 打这么多电话 当然想你啊 我今天早上还给你做了三明治呢 我怕你起床肚子饿 结果你还不在 昨晚来我妈这儿了 忘记跟你说了 不开心了 没有啊 真没有啊 真的 那你帮我把酸鸣吃吃了 今天来找我妈 我一会儿还有事 谁让你上午不在的 小心眼儿 那你忙完了记得想我 嗯 好 拜拜 谢谢你啊 余总监 警报解除 夏天在咱妈家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发消息你也没回 我刚才有点事耽搁了 你跟我说要离职 我肯定会来啊 你这家店怎么突然要关了呢 老板说咖啡店收益不好 改做没假了 那你以后我想好做什么了吗 我报的公益组织入选了 什么时候去 还不知道呢 今天这个店要关了 这可能是我做的最后一个蛋糕 送给你 陆夕 陆夕 之前都是你给别人做蛋糕 这次换我给你做好不好 再给你加点奶油 好 上转转 关医生 这边有奶油 有吗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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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太alay不开了 好啦 可以用了 给 那我就画一个向日葵吧 为什么是向日葵啊 因为向日葵像你一样很坚韧 又很有朝气 跟你一样有生命力 谢谢管医生 那我开始了 来 我第一次做的蛋糕 好有纪念意义啊 感觉好有过生日的氛围啊 我不过生日 为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生日是哪天 我听说 长寿的人都不过生日 这样挺好的 都不会变老 那这个蛋糕 就当做你的离职礼物 去吧 许愿吧 第一个愿望 希望未来的我能更有本事 看到更大的世界 第二个愿望 希望我能早日与小萱哥哥重逢 第三个愿望 第三个愿望是关于你 关于我 我想说 你总是把很多事情 都放在自己心里 自己一个人承担 你有没有想过 这对于那些 接受你好的人而言 其实也是一种负担啊 你为什么这么想啊 我能感受到你对我的好 你帮我买录音设备 帮我装修家 还有莉莉的手术 那你呢 你的手术我打算什么时候做啊 关医生 你怎么总是问我 关于这个疤痕的事情啊 因为我知道 有些伤在身上 也在心里 我想能帮到你的地方 都尽量帮你 但是我希望 你能更爱自己一点 尝试把自己的内心 多打开一些 所以我这第三个愿望 祝你更爱自己 也许 从成为关心的那一刻开始 就学会了小心翼翼地活着 学会了讨好和听话 因为害怕失去 因为害怕失去 所以很在乎每个人的感受 怕妈妈失望 怕夏天难过 怕露西怪罪自己 可即使是这样 身边的人好像也未必真的会幸福 或许 就像露西说的那样 那种牺牲掉自我的好 恰恰是别人的负累 可是 摘掉面具的话 他们会喜欢真正的我吗 第一个 second 喂 儿子 妈 您睡了吗 没呢 在看书呢 这么晚地找妈妈干吗 明天我下班去找你吧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明天见面说吧 早点休息 行 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妈呀 这孩子搞什么呀 乱七八糟的 喂 你好 陆夕吗 莉莉的病例报告还有几张没拿 有时间你来医院去一下 好的 我一会儿就过去 好 妈 您怎么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照片不能留着 你居然还放在家里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下天看见了 你怎么跟他解释 大家都说你性格问候 我看才不是呢 同样的事情 要跟你说多少次 你才听得见哪 为什么这么固执啊 妈 因为我像您啊 我不是固执 我只是在等 我等您什么时候能理解我 你想让我理解你什么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想要弥补陆席 我更重要的我想要 对夏天坦诚 坦诚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妈 我真的很想对谁 能说出我自己的全部 用全新的身份活着 有好处 但是也有痛苦 我不想 再背着这么重的包袱 继续前进了 我真的很感激你 我很感激你 能把我从福利院接出来 我觉得我很幸运 但是 这些事情 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 一个人都没有 我先把这件事情告诉夏天 因为她是我喜欢的人 妈 能答应我吗 行啊 你可真够固执的 你好 我来取一下莉莉的病例本 好 稍等一下 嗯 谢谢啊 不客气 好 好 小姐 您的病例好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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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没事吧 小姑娘 哎 哎 阿姨 您没事吧 啊 没事 刚才走太快了 不小心撞了一下 哎 哎 阿姨 你今天来干吗呀 我找关心说点事 已经解决了 我不说了 我还回去给老关做饭呢 那阿姨 你慢点 等一下 哎 她是谁啊 关心妈妈呀 怎么了 李医生 您过来一下 哦 来了 喂 夏天 你晚上有时间吗 啊 没什么 就是想你了 而且 我有话要对你说 嗯 晚上见 我说不过 要不要 不认识 整个人 没事吧 好 你好 我刚才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会长大了 会成为医生 会帮你修复的 你这个伤我看是旧伤 你怎么弄的呀 小时候调皮 骑自行车摔的 几岁的时候 六岁 在福利院 怎么了 我还以为 只要见到你 我就一定能认出来呢 这是我的名片 你想好了随时联系我 关心整形医师 他要是认出来你 然后假装不认识你呢 你跟我哥哥一样 他也不能吃辣 我以后可以叫你关心哥吗 我以为我以为他在去 看你这个院子 我以为要不要 我以为你夭允了 我以为我我和你Е 找到你 我以为你眼泌了 我以为你敢出来了 我以为你 我以为我们需要 我以为你最爱的 我以为你 你怎么又在这儿 还哭了 我没事 那没事为什么 偏偏是我男朋友家楼下呢 关医生对我而言 只是像一位亲人一样 亲人 关心人是很好 觉得你一个小姑娘 出身比较苦 想帮帮你 那完全是出于她太善良了 你现在是在告诉我 关医生是看我可怜 同情我是吗 不是 是 你说得对 关医生是因为看我可怜 所以才帮助我同情我 这些我都知道了 我已经明白了 我很明白了 为什么这些话是由你来告诉我呢 明知道她只是同情我 为什么还一直怀疑呢 就算是被同情 被可怜 那也是我和关医生之间的事情 用不着你来提醒我 如果这么不相信你的男朋友 不然你也成为孤儿 试试看 在你的人生里 你是主角 在我的人生里 我也是主角 即使我的人生已经这样 我也不想听到别人告诉我 我是被同情的 我是被同情的 夏天 我准备了红酒还有牛排 我在楼下看见露西了 她还哭了 我一直都在等你给我解释 露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也一直告诉我 你会告诉我她的事情 我一直在等 夏天 我 解释不出来就不用解释了 反正你从来没有跟我解释清楚过 每次不都这样 夏天 为什么 为什么我能理解你 相信你 但是你就不能理解我相信我 你跟许泽豪之间 也有很多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我拿错手机 睡在她家里 你们两个又成为了合作方 我也很奇怪 我也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自我安慰啊 但是我也选择了相信你 你真的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真的爱我吗 对不起 我刚才说话可能会太过分了 我们两个都先冷静一下好不好 我 我们 对不起 我还是做不到 oh I feel that you want to say in time you will know how deep in my heart then I found you 其实爱做噩梦的人都很善良 因为他们总是害怕自己伤害别人 所以一直想着怎么去补偿 去偿还 那你明天是 我给忘了 明天有一个烫伤修复的专家研讨会 有那么多机会 我明明可以说出口的 但是一直没有勇气面对 一旦错过了要说出来的机会 就会一直错下去 我认识 你刚刚为什么没走啊 本来想走的 后来也想到 你可能会一个人在家里坐到凌晨 就不忍心 我爱你关心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你真的爱我 我心里没有不安的感觉了 我也爱你 夏天 我之前不是跟你讲 我要跟你说陆希的事情吗 其实我也是从福利院长大的 我们两个从小就生活在一起 其实 当时我妈要领养的人是陆希 那年她六岁 我十二岁 她那个时候根本不懂得 被领养的意义是什么 就说一直想要跟我这个哥哥待在一起 我当时答应了她 我说 好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后来我们出去骑自行车的时候 她就把手臂给摔伤了 她住了很长时间的院 伤口也留了疤 后来就被我妈放弃领养了 是我顶贴着她被领养的资格 我走的时候 我连招呼都不敢跟她打 小天 小天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坏啊 怎么会呢 你那时候才十二岁 十二岁懂什么呀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 是 我妈是个很要强的人 她也不想让我踢截这段过去 其实 我自己也在逃避 你 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你 管仙 不管你出生在哪里 你在我眼里 你就是你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不是因为别的什么 我也比你想象中的 要坚强一万倍 所以你也可以 完全放心地去信任我 好 我已经坦白从宽了 完全没牌了 那你被领养之前叫什么 何轩 重新认识一下 何轩同学 叫夏天 很高兴认识你 夏天 那我刚才误会露西了 因为是在你们家楼下 所以我总觉得 我刚才对她说话说得很重 我 我说 你对她好 那是因为你善良 同情她 所以她 她有点情绪失控 都哭了 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她是你妹妹吗 所以 你知道的我平时说话 总是有点没情没重的 不怪你 是我没有提前跟你说 我后面跟她解释就好了 不过啊 你这个 得理不饶人的嘴 确实该改改了 你说谁得理不饶人 谁搭茶说谁呢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我得理不饶人 是我 你今天太奇怪了吧 买这么多东西 你是要买 买给那个谭旭余晖的 我呸 我拜托你 脑子里面不要总想着一些男人好吗 我这是三七款 给自己的奖励 你这个是买给我的奖励吗 满箭 送的 女人就是嘴 挺好 关心 关心去珠宝店干嘛 我看到她买了一个小盒子 然后装到了里面袋里面 那会是什么 该不会 那是要跟你求婚吧 你快跟我说说 你们两个最近感情怎么样 很好的 那就好 那陆希呢 陆希的事情解决了吗 凌压力齿的小屁孩啊 就是 但凡要是有什么问题 交给我 绝对不会脏了你的手 哎 你 就给我准备好 有可能明天你早归心就会 那 彭智英书梅薇花 还有钻剂 出现在咱们家门口 开心吗 啊 我要当伴娘啊 不行 我得赶快去找东浩 帮你打探一下消息 没关心 我有什么心 哎 哎 你到底问没问关心啊 她是不是真的要跟夏天求婚啊 她不会告诉我的 她要告诉我的 不就等于告诉夏天的吗 那这还叫伤心 所以这个事你一定不能跟夏天说 只有我们知道 我知道 啊对 明天晚上 板容餐厅 帮我订个包间 谢谢 好好好 基本流程就是这个样子了 小张 材料上那边你要负责盯着 他们每次出货的话 所有的数据跟我们要求的不能有偏差 好的许多 好 孙姐你把这个项目的预算 还有支出细节 再理一遍出来 我要重新检查一下 好的 没问题 余慧 你跟甲方那边的人约一下 约一下工期啊 别再拖了 好的 夏松工作室的话 目前 你们的工作已经到了尾声 你们可以再做一些细条 但是 大的变动不要再有了 不要掉以轻心 好了 今天会就到这儿 散会 辛苦了 快看 快看 鲜花 钻戒 这就是求婚第二弹啊 你赶快准备好关心的 浪漫轰炸吧 我 可以先看落日 不是 登完以后还能一块吃宵夜呢 您这是 怎么了 没有没有 就没见过你这样吗 建秘书 你们去哪儿啊 我带你妈去爬山 这 这都几点了现在去啊 现在流行夜爬 七点出发 九点登顶 满天星空一览无余 很时髦的 你不是从来不搞户外运动吗 最近写作状态不太好 所以想 喘喘气 谈恋爱了 没有 如果我真的谈恋爱我会通知你的 招车去 好 我现在就通知你 说吧 什么事 也没什么大事 要不你先爬山去了 好好好 聊聊聊聊 来 来 坐坐坐 坐坐 你当时为什么要跟我爸结婚啊 我 他人挺好的 可以接受我的脾气啊 怎么了 这算喜欢吗 你觉着呢 那你能理解我爸吗 夏天 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 怎么可以完全相互接受呢 没法理解 只能凑合呗 如果关心跟我求婚 我要接受吗 你问我呀 我怎么知道啊 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决定啊 我只提醒你一句 你做决定的时候 你不要考虑我 也不要考虑你爸爸 你不是我也不是你爸爸 对吧 就这点来讲我是个不错的妈妈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必须要怎么做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决定啊 的确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真的拒绝的话 就太过分了吧 如果必须得拒绝的话 过分有什么关系啊 你活着就为了别人给点赞啊 果然 我这么自私就是你遗传的 你自己把这件事情想清楚 只有你想明白了 才不会伤害别人 好吗 我走了 这有妻女必有妻母 我 我应该可以知道 我自己的调子 还有我 我可以不想 你能做什么事啊 我我却去做决定啊 你能做什么事啊 我会不想看 我把我做的事啊 我可以做出决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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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